你不是说了吗 笑笑都跟人家压马路去了 你还笑得出来 你多大岁数了 我跟你说 笑笑这个事 马上给我搞好 你不着急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老程 这件事情 咱们可谈过很多次了 是 风鸣这孩子不错 但 这种事情 不好强求吧 不去打个电话 你总得问问风鸣的意见和想法吧 你更得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吧 你先别着急 你让我把号收完 姐 用心 给 洪医生开的药 用法用量已经写清楚了 谢谢你 阿姐 帮我大忙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 再说了 这是给他爸爸开的药 药谢啊 也是承风鸣来谢 他呀 现在应该自顾不暇呢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 他爸不是很喜欢我 所以一直在撮合他和 余孝孝 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是说我看见余孝孝跟佳恒进去了 那我们也进去吧 行 爸 程叔 孝孝 余叔叔 程叔叔 你就是那个骆佳恒 是吗 是我 晓晓 来 坐下 程叔 晓晓 程叔问你啊 你从小 程叔 就把你当亲闺女看 程叔我知道 你告诉叔叔 愿意不愿意 嫁给风鸣 做我们老程家的儿媳妇 程叔你怎么又 我跟风鸣从小是好朋友 以前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的 行 晓晓 那叔就明白了 你是 心里有人 但不是风鸣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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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不是 爸 老程 爸 你干嘛去啊 老程 怎么了这是 老程 爸 爸 爸 你到底干嘛去啊 这饭我就不吃了 您何必呢 爸 我心里多啊 我心里多啊 您这刚出院 您 晓晓 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这个洛家行吧 晓晓 在这之前我就跟你说过 我不同意你跟他好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你了解他吗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儿 跟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外国人在一起呢 即便是 你不能跟风鸣在一起 你也不能跟他在一起 于叔叔 你是不是应该听一听 笑笑的想法 你是谁啊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爸 家仙姐 给你整个点酥肉 吃肉吃肉 于先生 爸 你好 我是洛家衡的姐姐 您放心 我和我妈妈都不会允许我的弟弟 跟你的女儿 有任何的关系 好啊好啊 来得真是时候 真是巧啊 你们外国人 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 爸 我们家于笑时候 爸 绝对不会跟你弟在一起的 爸 你别说了 他不配 爸 那你最好管好你的女儿 而不是我弟弟 你 爸 别说了 骆总 你今天在公司说的话还不够多吗 刺激我的话还不够多吗 你怎么还阴魂不散了 陆家欣 这是我跟萧萧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嘉衡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 这里根本就不欢迎你 我们欢迎任何人 但自以为是的女魔头 我们可不欢迎 萧萧 不管嘉欣姐跟你说了什么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至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你们先走吧 嘉欣 你怎么跟那姐姐说话呢 你知不知道你姐是为你好 要不是没有人姐 叶欣 别说了 你们老是说为我好 如果真的是为我好的话 今天就不该来 你干吗把她带来 你嫌这里不够乱吗 姐 姐 别伤心了 嘉欣说话是挺过分的 但是总有一天 她一定会理解你的 我没事 我没事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自己回吧 好 叶欣 你帮我好好照顾嘉欣 我担心她情绪激动 身体 我知道 我会的 你放心吧 我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好 余叔叔 我 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误解 但是 我已经决定 追求笑笑了 而且 我一定会追到的 小子 你要先搞清楚了 余笑笑是我女儿 笑笑 我绝不允许你跟她勒我 如果你非要跟她好的话 你就永远不要进我们家的门了 爸 这二十几年 就当我白养你了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余叔叔 从小到大 笑笑都很听您的话 您这次 就别为难她了 余笑笑 该说的话 我都说清楚了 你自己考虑吧 余叔叔 我想 我们都该冷静一下 我先走了 佳航 爸 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哎 笑笑 笑笑 骆家衡 骆家衡 你跟本小姐站住 你生气了 没有啊 没有啊 生气了 真的没有 我只是 只是不想你为难 我也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 尤其是我爸 他以前从不这样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接受你的 所以 我还有希望了 所以 你同意了 本小姐可没这么说 看你表现啊 笑笑 我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 我先说好 我脾气臭 湿得多 还要用暴力 腿也没带颖细长 身材也没太好 他 而且睡觉还会打呼噜 你 你说这个干什么 晓晓 我喜欢你 在吉他店开始 我的心 就牢牢地 被你牵动着 不管是在机场 咖啡厅 江边 雨中 书店 还是海洋馆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的美好 而我 想要一直 一直 守住这份美好 守住这份美好 所以 你愿不愿意 做我的女朋友 我 愿不愿意啊 你 到底会不会亲亲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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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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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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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骆总吗 你是哪位 我是谁不重要 我想跟你聊一聊 你到底是谁 我想和你聊一聊余孝孝 戴总 您找我 这是修改好的方案 恒星这件事呢 我相信你会公司分明地 完成公司的任务 我明白 戴总 你家是荣昌的吧 对 你就放轻松点 当回去度假了 好 行 你先去忙吧 明白 明白 洛总 今天我们 就喝这个 对啊 没此酒 度数低 你 不会误事 不会误事 实在是没有想到给我打电话的人 竟然是你啊 赵总 赵总 那么聪明 应该猜得到吧 我就是觉得可笑 你为什么会帮我 据我所知 余孝孝孝是你的同门师妹吧 洛总果然神通广大呀 但余孝孝 应该说是专抢别人男朋友的师妹吧 她 抢男朋友 抢你的男朋友 对 就是我的男朋友 不对吧 她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同学吧 是 当然不是现在这位 姓洛的 洛总 我知道您什么意思 所以帮您 也是在帮我自己 于情于理 我都不会让她好过 我只是想让余孝孝 对我弟弟知难而退 来完成我的目的 沈总监 你的计划是什么 需要我怎么配合 我的计划是 通过下部的项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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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想和你聊聊 行 你说 就 对不起了 昨天我爸说话有点臭 但他就那样 没事 叔叔只是随口说说 我知道 那 晚上来车场吧 然后我带你吃宵夜 给你赔不试 你真不用多想 你没什么需要给我赔罪的事 而且 今天晚上我有个会 可能会很晚 我就不去了 来 来来来 喝杯水 谢谢 恒星老师最近不再重敲 好吧 太不巧了 你来有什么事吗 太暖了 太暖了 不好意思啊 收拾一下 我今天来是想说 其实我关注您的私人账号很久了 我发现咱们不仅在时尚方面品味相投 对这款小重酒的喜爱 也如出一辙 交个朋友 等见面礼了 这酒我不能烧 收下吧 大不了下回请我喝嘛 一样的 我这次在风的主题上 对下部的整体款式都做了调整 我认为秋天的风不只有肃沙和萧涩 还有秋日暖阳下的清爽与通透 希望可以为秋冬整体的严肃之气 增添一丝飘逸的活力 谢谢大家 这一版确实比上一版要好很多 骆总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意见 我们就按这个方案来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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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其实也有一份 关于下部的设计方案 要不您给我个机会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项目呢 是笑笑在负责 如果您要是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 可以私下跟笑笑去沟通 在这儿呢 就不耽误 骆总的时间了 好吧 袁总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我建议呢 还是看一下 毕竟谁做都是为了瑞克的业绩嘛 李总监的这个方案 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好 既然骆总都发话了 那你就展示一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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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先跟袁总 您说声抱歉啊 这次我属于是先然后揍了 但是您也一直知道我 我一直把公司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所以上次开完会之后 余笑笑那个方案 没办法落地 我就挺着急的 都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改不出来 所以一周之前啊 我就私自去拜访了一下 下部的高老师 我把我简单的方案 跟高老师一说 没想到高老师特别喜欢 还有一点啊 就是恒星本人 也准备在这个下部的项目上 跟咱们公司合作 什么 恒星 恒星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对啊 而且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孙总 也准备在下部项目上 给咱们公司投资 袁总 我觉得咱们公司内部 总要拿出最好的方案 给下部那边 您说对吧 当然 那是当然 志杰 展示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经手的那个项目 出现点问题 我去处理一下 去吧去吧去吧 我 志杰 你继续 好 我的设计方案的主题 是秋天的水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怎么跟你说嘛 那天在火锅店大家都吵成那样了 我爸说话又那么难听 还好是你 脾气好 忍得住 没事 我能够理解于叔叔 但是骆佳心 不该插手你们瑞克公司的事情 他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冲着我来的 你偶像就看多了吧 这可是 个十百千万 八位数的项目 就为了我 今天这事 我主要是生李志杰的气 我早就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又在咪娅的事情上为难过我 我只是没想到 这个李志杰现在连袁总的话都不听了 摆上钉钉的方案 他说推翻就给推翻了 这个人 真是太可怕了 李志杰让我琢磨不透 记得那一次在江边的时候 他竟然想用钱封口 还有上一次 你的设计被盗了 我们都觉得是他在搞鬼 包括米娅那件事情 我也觉得肯定是他 只是每次我想调查下去 都不太顺利 好像有人在保护他 要么是他能量太大 要么就是他背后藏着一个 能量比他更大的人 不太顺利 佳豪 我现在都不敢跟李志杰有接触了 怕什么 兵来将挡 况且 有我在 来 我还能指望上你呢 当然了 既然我是你的正牌男友 那 我就应该做我分内的事情 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骆佳豪 你现在怎么变得油腔滑掉的 难道说 以前那个你 不是真正的你 哪有 我只是在你面前这样子而已 况且在爱的人面前卸下一切伪装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信你个鬼 对了 还有那个恒星 我去他公司找了他那么多趟 现在倒好 反倒答应那个李志杰了 你说这个恒星是不是很可恶 可恶 别让我逮到他 还在为下部的事情发愁啊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下部的事 方案就一下子被换掉了 笑笑 你对下部的付出 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都研究得这么透彻了 那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 下部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材料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我刚才看你一个人在楼下 笑笑呢 笑笑没陪你一起啊 她 她去袁总办公室了 是 也是 自从笑笑的作品被恒星认证之后啊 这袁总对她可以说是青睐有加呀 这时不时地就给她开小灶 这关系太亲密了 你怎么办 黎一 黎一 你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沈月南 沈总监 李志杰那天开会 讲的就是沈月南的方案 我上次去她办公室的时候 亲眼看见她在做那个方案 你是说 南姐 对 她还跟我说袁总跟 跟什么 没什么 反正啊 沈月南跟这件事情 肯定脱不了关系 她一定知道点什么 这李志杰 怎么会用沈月南的方案呢 我也觉得 李志杰昨天在会上的表现 有点顺利过头了 我们一定要查清楚 咱们先去公司吧 嗯 多谢大神了 事成后 定重些 这里面有关于 萧萧的全部信息 都已经减掉了 你安排一下 除了发给业内几家 比较大的车技公司之外呢 也利用一些软文 还有一些 推送大号 来曝光这件事情 关键此事 不正当地竞争 对 网友们 从来不会吝啬他们的口水 这次我却不信他们不跳脚 还有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切记 嗯 工作室里的其他人 我也不会告诉 希望这次 可以让他们措手不及 我觉得这里应该再修改一下 我觉得也是 这说的不是咱们公司的事吗 是啊 什么情况 他怎么是这种人啊 他怎么是这种人啊 好 你看 还有段录音呢 你听 不愧是恒星大神啊 你说吃个饭 选的地方都这么有品味 顾奖了 只是一顿便饭而已 开门见山吧 李总找我肯定有事吧 怎么回事啊 这声音 好像杨震 杨震 那不是恒星大大的助理吗 你确定吗 虽然声音不是很清楚 但是说话语气和音调 就是杨震 你怎么会逼你呢 高老师 您先别着急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一定会查清楚 给您一个交代 怎么会骗您哪 咱们还得长期合作呢不是 啊 喂 原子 你知道吗 从早上到现在 解约的电话 我就没接停过 李直截人呢 让他马上给我滚回来